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一条狗的使命》 虽然每次汪星人结束生命时都很伤感 但好在影片并没有刻意煽情 还没等你眼泪掉下 狗狗就马上开始了新的生命轮回 当你看到牵动你新的汪再生了 好像也就没那么难过了 而且影片中还夹杂了一些笑点 影片讲述一只汪星人贝丽 陪伴了小主人伊森的成长 在沉闷枯燥的生活中安慰他 在青春躁动的时期帮他追女生 他的狗生很快乐 之后又经过了四十轮回 贝丽的记忆一直都停留在伊森的身上 兜兜转转 最终回到了最爱的主人伊森身边 孤身一人 且不如中年的伊森难以相信 少年时的伙伴竟然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贝丽回到伊森身边之后 单身的伊森也与旧爱相逢 并在一起 贝丽还在火灾中将伊森救出 伊森在陪伴贝丽的同时 贝丽也在陪伴着伊森 当伊森面临危险 贝丽可以为了伊森不顾一切 在贝丽的武士中 为我们展现的是现实中 狗狗们的不同命运 现在很多人们对于狗都很喜欢 于是买来饲养 甚至买来送给小朋友当礼物 于是人们在饲养的过程中 发现养狗其实很麻烦 自己并没有真的那么爱狗 这些人的狗狗 之后的生活 就是在狭小的生活空间中 吃饭喝水 它们也很需要人类的陪伴 需要到户外去奔跑 而有些狗则是作为看家护院的作用 它们被拴在门口 短短的链子将它们的活动空间 更有甚者将大型狗困在小小的笼子里 狗狗们在笼子里不能站立 不能转身 只能一直群坐在狭小的空间里 甚至有人会将狗狗直接丢弃 这部影片也是在让我们反省 不要因为一时的喜爱 而对动物们造成伤害 不能令它们舒适快活的生活 就不要去饲养它们 我记得在微博上有一个狗狗流浪的短片 呼吁人们不要抛弃狗狗 想要养狗的人 以收养代替购买 看得令人心碎 被抛弃的狗狗 在流浪中会经历很多困难 它们靠吃垃圾维持生命 可乐会找下水道河水 在寻找失误的过程中 会被人类驱赶甚至打伤 在饲养过之后 被抛弃的狗狗 有的会在原地等待主人回来接自己 它们不敢走远 就在被丢弃处周围徘徊直至死去 我经常会在路上看到在车水马龙中 过路的狗狗 它们出现在马路上 我都会替它们小小的捏一把汗 看到它们平安顺利的穿过马路 会在心里为它们欢呼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